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叫做双人床调约的电影 在影片中 男主赵景初和他的前妻丁雪莉 在一起是疯狂过 甜蜜过 可在要结婚时 遭到了女方父母的反对 不过丁雪莉的一句怀孕了 让他俩成功结婚 时光飞逝 赵景初事业有成 在艺术方面颇有成就 两人的女儿也已经长大 出落的挺挺欲力 老婆温柔贤惠 女儿聪明懂事 赵景初不可谓不幸福 可现实其实是 丁雪莉在生活中非常强势 女儿在学习上也不让人省心 两人结婚经济任的天 赵景初想和老婆亲人一下 丁雪莉却不记得 脑子里只有明天要开会这件事 还不让赵景初吵他睡觉 两人的婚姻越来越平淡 甚至想要出现矛盾 直到丁雪莉的父亲去世 并把自己的病责怪在母亲身上 二人不想像他俩一样 便决定离婚 其实这只是一个离婚的借口而已 不过二人离婚后 为了女儿微微中考不受影响 便决定暂时假装还没离婚 并制定了一份条约 一直持续到微微中考完 可没想到赵景初朋友大刘 转脸就把赵景初离婚的消息 告诉了别人 并迅速在公司传播 正当赵景初找大刘算账时 之前找赵景初拍过照片 并要走自己手机号的小姑娘杨夕来找他了 说自己知道他离婚了 并向他表白 不过赵景初并没有答应 可当天晚上赵景初回到家里 却发现家里有一双陌生男人的鞋 桌上还有吃的 并且遇事家里还有洗澡的声音 他觉得是丁雪莉把人带到家里来了 就在这时 杨夕约他去KTV唱歌 赵景初气不过便去了 并和杨夕他们疯狂玩乐 结束后赵景初把杨夕送到家 就在赵景初纠结要不要继续下去时 女儿一通电话把他叫回了家 不过二人还是发展成了情侣关系 两人相处的很开心 突然有一天杨夕提出想结婚 赵景初吓了一跳 并和他解释这件事 还给他看了他和丁雪莉的条约 杨夕表示理解 赵景初对线下这种生活状态很满意 男人羡慕女人好奇 可当杨夕疯狂购物刷爆了他的卡时 他又想到了丁雪莉的好 他只能在内心宽慰自己 钱挣了就是为了花的 赵景初回到家后 和丁雪莉爆发了一场争吵 并一气之下开车去了杨夕的脸 这那二人浓情蜜意识 车拨离被砸了 韦韦干的 原来韦韦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之前也是故意使小金帽 把赵景初叫回来 就是不想让他俩分开 赵景初之前在家里看到的鞋子 是帮薇薇出主意的同学田壮的 一切都是误会 这天赵景初以为丁雪莉给情人买东西 便一路跟踪 没想到是回了娘家 薇薇也跟着过来了 进去后他们发现 母亲有了第二春 和秦叔叔相处的很好 二人内心也有了触动 并在女儿的缓和下 关系逐渐变好 这边薇薇用尽各种办法 搞到了一些钱 杨夕也知道了 薇薇已经知道他父母离婚的事 赵景初也知道了鞋子的真相 正当赵景初心高采烈的回到家时 却发现杨夕找到家里去了 正和丁雪莉在一起谈话 丁雪莉很难 可还是表达了祝福 赵景初也被杨夕拉走了 不过他还是和杨夕分了手 并回去和丁雪莉解释清楚了 二人和好如初 不过分手的时候 杨夕并没有听清楚 赵景初又费了好大劫 杨夕还误囊了薇薇给赵景初 让他送给丁雪莉的戒指 不过杨夕发现戒指不是送他的之后 赵景初对自己的重要性 二人重归于好 丁雪莉也戴上了戒指 全篇结束 这部电影视角独特 语言灰险 台词幽默 但是又有一点现实 虽然电影没有大牌演员 不过演员演技在线 剧情流畅并且很有特色 立足于当下最热门的夫妻问题 在让人轻松一笑 释放压力的同时 又让人有所思考 值得一看